小程序的标签栏要在小程序的主配置文件 app.json里面去配置一下 先添加一个tap bar 给它一个对象 里面可以是一些配置的选项 具体的选项你可以去参考小程序的开发文档 标签栏上面的项目可以把它放在一个list里面 它应该是一个数组 每个项目的都是一个对象 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可以先用一个text 这个属性去设置一下这个标签上面的要显示的那个文字 我可以先给首页去添加一个标签项目 标签上面的文字是首页 点一下这个标签打开的页面 可以使用page path这个属性来配置一下 首页的路径是pages下面的index下面的index 再复制一份我们再添加一个标签项目 这个项目是活动 页面的路径是pagesinvent下面的invent 你会发现现在小程序的底部会显示一个标签栏 上面有两个项目首页还有活动 我们可以点一下活动 打开的就是page path去指定 打开的就是page path指定的那个页面 不过这里呢在这个控制台上面会出现一个错误 说这个invent页面在app.json里面没有找到 再回到app.json 打开pages 这里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页面 路径呢就是pages invent下面的invent 然后再回到目的器上面就试一下 打开活动 页面上现在呢会显示一个invent 这个页面上显示的内容就是invent这个页面提供的 标签项目上面除了文字还可以去添加一个图标 可以使用jpeg或者是png格式的图像文件 在一个项目里面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icon path 这个属性的值就是这个标签项目上面用的那个小图标的一个位置 之前我们已经下载了一些小图标 把它放在了assets icons这个目录的下面 这里面有一个home.png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首页标签项目上面要显示的那个小图标 另外我们可以单独的去设置一下 当前激活状态下面的这个小图标 添加一个selected icon path 对应的值就是一个小图标的位置 这里呢我们用一下homeactive.png 再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再去处理一下活动这个标签项目 它上面用的图标呢是invent.png 激活状态的这个图标是invent 横线active.png 回到模拟器我们再去试一下 现在标签栏上面的每一个项目上面的都会显示一个小图标 我们可以切换一下标签 正常状态还有激活状态 这个标签项目会使用我们指定的不同的小图标 我们再去配置一下这个标签栏上面的样式 这里我们添加一个color 它设置的就是这个标签栏上面的这个文字的颜色 可以用一个用RGBA来表示的颜色 颜色呢是黑色 不透明度设置成0.6 再添加一个selected color 它可以设置激活状态下面的这个标签项目上面的这个文字的颜色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纯黑色 再添加一个border style 它可以设置这个标签栏上面的边框的颜色 这个属性的只能是black或者white 我们这里把它设置成white 然后再用一个background color 设置一下这个标签栏上面的背景颜色 把它设置成ededed 再到模拟器上面去预览一下我们配置好的这个标签栏